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 又到原来终于这个时间了 今次我们想讲讲一个题目 其实一年365天都会发生的 就是我们平时上班 Daisy你上班你经常用电脑 会的 坐在台上 原来你这么努力吧 不是电脑是iPhone 但是你每一天打电脑 不停地做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周身骨痛 颈部很累 有时就说手又很避 因为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发生 还有我们很多有时 观众会写信进来都会问 究竟这些是什么情况 其实今天我们请回林医师 其实之前几集他来过 跟我们讲过类似的疾病 但是我们今次想详细一点 就讲一下脊柱的病 因为我之前林医师讲过脊柱 其实很多病可以发生的 但是今次就想再专注一点 讲一下脊柱的病 其实如何预防 以及即使脊柱发生的时候 有一支孕婦 其实是鱼BB的时候 其实都会影响到脊柱的 是不是 林医师 是的 好像姚医师所提及 其实当一个孕婦怀孕的时候 因为她背着脊柱的时候 其实她的腰部比她还未怀孕的时候 承受更大的负担 即我们好像背很重的孕包 是的 是的 但是今次她背在前面 即是她的石柱应该向前弯 是的 她的腰椎会向前弯 我们可以看回 我们人 腰椎有个生理弧道 就向前凸 当一个孕婦 她在前面怀孕的时候 她的胎儿在前面的时候 模型中就将她的生理弧道 向前拉 对 这样引起了生理弧道 更进一步向前 当这个腰椎向前的时候 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这个腰椎向前 互道加大的时候 她相关的神经会受压 其实压迫 产生痛 对 麻痹 冤冤冤冤冤 对 轻则腰痛 冤冤冤冤冤冤冤 重则就会有相应的神经系统问题 譬如下肢无力 大小便出现一些异常 失禁的问题 是的 所以大淘宝其实都很需要注意 分面前或分面后 注意她的腰椎的预防 和健康 预防好养 是的 她的嬰儿出生之后 腰椎已经挖了的孕婦 不会自己跟着 会停下 就已经是定型了 其实一般来说 这情况又未定型的 但一般來說 她向前移位時 做一個適當的矯正 其實都可以回復正常的鬍鬥 所以如果一些孕婦 如果她分辨後 出現剛才所說的腰椎腰痛 下肢無力或其他大小便的問題 如果她檢查是跟腰椎有關 其實及時做一個治療 都可以回復正常的 我們稍後會詳細說一下 但我們也想知道 為何脊柱那麼重要 脊柱是我們人體身裏的書紋 擺在正中間 上是連接我們的頭 下是連接我們的腳 中間好像衣架三架一樣 其實掛著我們不同的五臟六腑 腰椎是一折一折的 當她在某一折或某幾折出現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在我們的身體 區塊裏面的脊柱出現問題的時候 她相應的五臟六腑 神經受壓迫的時候 她的情況就會出現相關的病變 對 出現相關的病變 我知道其實 講到脊柱大家都說 一支有一條 其實我知道脊柱有分開 由頸椎、胸椎、腰椎、尾椎、底椎 其實這些不同的段數 有沒有說她有特別的特徵 或者譬如頸椎有事 通常有什麼病變 空椎有事有什麼病變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特徵 其實是有的 好像姚醫師所說 在臨床所見 其實我跟姚醫師都應該見不少 但一般原則上 如果頸椎出現問題 是頭面部的症狀 或者腦部的症狀 比如說頭暈、頭痛、五官方面的症狀 眼蒙、耳鳴、耳龍、美國慈頓 這些跟上頸椎有關係 上頸椎出現問題有關係 下頸椎的問題 多數會出現頸肩膀痛、手麻痺 手指武力、手指發糧 這些現象跟下頸椎有關係 當去到空斷的時候 空斷因為其實都包含了一些肺 血液、心、消化系統相關的器官 所以當出現一些 空悶、心方、呼吸不暢順 消化功能異常 都是跟這個空椎有關係 去到腰椎 腰椎一般會跟生殖系統 腎、大腸等病變相關 譬如說一個病人長期便秘 但吃的藥都沒有好轉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懷疑他腰椎有沒有出現問題 當他壓迫相關的大腸的神經的時候 大腸的活動能力就會減弱 因此便秘現象 去到腰下段和底椎 便會跟我們的下肢相關 當下腰部和底椎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便容易出現一些腳武力 腳發冷等情況 便是頸、胸、腰、底 這四節的部分便會對應我們身體不同的部分 出現相應的症狀 即是如你剛才所說 頸椎通常跟頭頸 上面就跟上面有關 下面就跟下面有關 對 看來好像是複雜 我想從中醫的角度來看看 這些所謂壓迫了神經 這些好像都是西方的學說 但在中醫來說 為何會有這些痛 我知道有甚麼不痛 會不會有氣血 肝臣不足 這些東西有影響 其實是有關的 我剛才所說 一般都用西醫的角度去解釋 神經系統的角度去解釋 其實中醫來說 一樣都有這樣的理論 好像剛才姚醫師所說 筆痛即痛 其實我們的背脊裏面 有兩條經 是跟我們的脊骨很相關 第一條是督脈 跟著就是膀胱經 那督脈正正在我們整條脊柱中間的位置 膀胱經就在脊柱兩旁的肌肉相關 但是這兩條肌肉 這條經絡其實包含了很多原位 對應我們身體五臟六腑 由上至頭部 下至中間至心肝皮肺腎 下至生殖系統 腳方面運動神經 運動經絡方面的穴位都有關 所以當腰椎出現二位 而壓迫到那個穴位 或者那條經絡的時候 一樣會出現相對應五臟六腑的病變 是是是是 我知道中醫 我們經常講到很多病人 來看醫生 我們經常告訴病人 你氣血不足 其實所謂氣血不足 就是因為氣我們是推血行的 本身氣又不夠 血又不夠 慢慢變成所謂的穴血會形成 當然外傷亦都會 之前其他我們請來的嘉賓 周醫師等 其實他們都講過 有時有有形的魚 無形的魚亦都有 除了這件事 為何肝腎不足也會影響到脊柱的問題 其實看中醫的角度來講 肝腎骨 所以當肝腎不足的時候 確實會影響我們脊柱的問題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脊柱的結構 骨是最明顯的 骨是一些硬的骨 軟的骨 我們稱為骨 骨兩旁和骨骨鄰近的地方 有不同的肌肉 人帶 筋腱這方面的組織 在中醫的骨科來講 將這些組織統稱為軟組織 硬的組織就是骨 其他筋腱、肌肉等組織就是軟組織 骨是屬於腎 軟組織就屬於肝 屬於肝 屬於肝 肝腎一定要救 是的 肝腎不足的時候 會影響筋骨不健康 筋骨不健康 支持不到身體的日常活動 所以便宜便 所以肝腎最直接影響我們的脊柱 所以肝腎 因為肝腎會不會是年紀大的時候才出現 因為年輕人也會 運動員當然 可能會外傷 打球時會扭傷 但如果不是這些情況之下 會不會這些脊柱疾病 是老人家比較常見些 或者年紀大的人比較常見些 一般來說肝腎不足年紀大的人會多見些 為甚麼呢 因為年紀大了之後 尤其是去到四五十歲 更年紀過之後 身體那個先天之精 即是神醫所說 神精慢慢衰退 腎是處於水 肝是處於木 當水不足水不咸木的時候 肝腎同樣一樣都會出現衰退 肝腎衰退的時候 連帶他的筋骨都會一起衰退 即是好像海綿乾了 沒有水分去滋養 肝乾脆脆 可能一撞骨又會斷 是 有斷 移位 是 林醫師 即是說 如果是一個人的骨有事 自然肝腎都一定 理屬當然會不會那麼好 可以這樣說 是 相反 因為當人經常出現骨病 或筋的病 我們除了做一些手法治療以外 都會開一些補乾腎的處方 給病人 平時會建議病人 煮一些滋補乾腎的湯水 食物去保養 是 你剛才說到以痛為主 但以一些冤冤累累的情況 例如那些老人家 還准過天文台 即是 未人打風翻風落雨 他們便會出現 手心不通 這個 是否牽涉到 我們喜歡的理論 一些外邪 風寒鼠塞燥火 這些濕 好像重重醉醉 都會影響到這些情況出現 是的 好像姚醫師所說 剛才所說 肝腎不足就是內因 姚醫師所提及 就是外因的情況 我們有六種外因 中醫歸納 風寒鼠塞燥火 其中風寒濕 最經常入侵 尤其是我們香港 處於一個比較濕 潮濕的環境 風寒濕 最經常影響香港的朋友 當風寒濕入侵 我們的經絡的時候 引起我們身體經絡 氣血不通 正如姚醫師所說 不通則通 所以我們的關節和筋骨 都會因此出現痛症 其實也很麻煩 濕的影響 濕時會黏黏黏 濕黏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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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黏黏黏黏 也是很麻煩 除了這個 剛才所說的 脊柱的情況 但我們中醫 有否歸立在不同的症型 病人來看病 有些人說 乳血耐阻 痰濕耐阻 肝神不足 會否歸立在這些症型 觀眾容易理解 都有的 一般來說 按年齡分佈 剛才提及了一個症型 就是肝神不足 肝神不足 肝神不足屬於虛症力 虛症是一般 在年紀大人都見到的 虛症裏面 除了肝神不足之外 脾虛都是一個 經常所見的現象 因為中醫 脾著肌肉 如果當脾虛的時候 他的肌肉都會差 肌肉活動能力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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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關節的功能也會差 因此 會出現一些運動方面 疼痛症狀 另一方面是實症 剛才所說的 風寒濕邪 引起流注在經流裡面 會出現一些 外因引起的痛症 這些屬於實症 另外一些情況就是 一些外傷性的問題 例如撞傷、跌傷 這些都屬於 氣製血羽型的創傷 很容易看到 整個羽血阻滑 對 就是氣製血羽 對 所以有分率虛實 我們會中醫 中醫其實我們 病人來看病 其實也要看他發病多久 剛剛起的通常都是 比較實症 反反覆覆發作 通常是虛症 是虛症 你解釋了中醫的疾病 我們平時來說 有沒有預防多一點 例如Daisy 由下班到三、四點已經很累了 其實他有沒有說 有什麼可以處理一下 其實很多一般的上班一族 他經歷過一天的工作 尤其是長期要用電腦 埋頭虎幹做的那些上班一族 確實會引起容易出現 頸肩膀痛的問題 以及腰痛問題 因為坐得很久 那些情況其實除了治療以外 其實預防也很重要 那他預防的方法有什麼呢 舉例就是 如果從一個頸方面去看 如果他需要 工作的性質需要 是長期低頭去工作 寫字打跌的時候 其實都建議他 他每半個小時 真的 倒下頭 連續倒下頭半個小時的時候 都有五分鐘的舒展活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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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會盡量觸碰地 即是像我們平時那樣 連一條腰看看是否有軟度 是的 看是否有軟度 看來林醫師也不錯 也可以 如果你保持這個動作拉筋 例如拉兩三分鐘 其實你的腰痛 僵硬的症狀 其實會立即舒緩 但林醫師通常會打電腦向前 我們做的動作不是需要向後咬 會這樣平衡嗎 如果向前中 那是跟胸椎有關 腰椎一般都會僵硬向後突 其實剛才那個向前彎腰碰地的動作 主要是舒緩腰部和腿部 因為長期坐而引致僵硬的症狀 剛才Daisy所說的症狀 胸椎向前彎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向後仰的活動 譬如說向後仰 這樣的情況 向後仰 又是養一兩分鐘 你便會平衡和矯正 沒有那麼向前 好的 謝謝 我知道這些 譬如說剛才Daisy 其實想說肩頸膊痛 但有沒有可能是其他病 因為我知道剛才林醫師說 隻柱其實可以跟很多病相關 如果當病人來到的時候 好像說抽傷很累 有時會頭痛 很多病人說頭張越張越痛 頭很重 其實會不會有時 那些病人會說 醫生我感冒 經常都感冒不清 那你怎樣解釋給Daisy 因為他們本身都不知道這些情況 其實有沒有一個鑑別 因為大部分病人來到都說肩頸膊痛 還有頭很墜 好像越張越張 有時可能會不會睡覺 睡在頸 還是其實日間工作過路 是哪個原因 其實一般來說 首先講 頸椎病是怎樣 跟一些外感的 初起的症狀和鑑別 當一個人進來看的時候 他最痛的地方就是頸椎膊痛 頸椎膊痛 如果他同時出現一些怕冷 尖寒尖凍 頭痛 覺得自己 流鼻水 流鼻水 頭暈生氣 這些其實是一些感冒初起的現象 所以這些情況是需要用食藥 休息多些飲水 這樣清醒他的感冒 他的頸部就不會痛 另一方面就是怎樣區別 是自己本身的頸問題 還是日常工作 不良姿勢引起呢 一般來說 如果因為工作不良姿勢引起的情況 當你回家 譬如說沖過熱水涼 休息一休息的時候 你的症狀會立即舒緩 這是跟你工作的不良姿勢有關 但是當你身體的頸椎 或者椎體出現固定性的錯維的時候 一些症狀 譬如說痛、麻痺、頸巾股痛的症狀 你是不會因為一些洗澡、休息而去舒緩 所以可以從這些多個方面去隔滅診斷 是的 其實知道脊柱那麼重要 我們平時怎樣特別去預防它 由上又中又下 顧不得上又下 有沒有什麼 平時怎樣預防脊柱的病 預防方面 我們都提倡 中醫跟西醫一樣 都很提倡 其實病人可以打太極 打太極其實是有了我們關節的 增加我們關節的猶引性 每天早上都可以 尤其是有關節病 追骨、脊柱病的病人 其實應該每天抽時間去打太極 打太極有助它 游軟身體的關節 沒有那麼容易出現一些頸肩膊痛 下肢無力的現象 除了打太極意外 都可以吃一些枝部乾腎的食料 譬如是杞子、補骨枝、桑忌生這些食料 這些枝部乾腎之後 肝部乾腎強暢的時候 筋骨也會隨之強壯 它出現絕疾病的情況 都會大大改善 因為我知道 各位觀眾 前幾集我們都說過 藥的用量其實 不可以隨便用 家庭主婦都喜歡一斬 都不知道基本上 藥量其實多和少 其實是會影響到病情 好和不好 一般來說 剛才所說的藥 譬如說杞子、梳忌生 梳忌生一般人 如果一個人的份量 都可以用三千的梳忌生 杞子也可以用三千 杞子或梳忌生 一個星期可以吃兩次至三次都可以 阿隆醫師 你是說一起煲湯還是怎樣 一起煲 現在很流行 市面上就有些杞子 是可以吃的嗎 莊忌生炒 這次經常都會喝 就是這樣吃杞子 有杞食品 是當零食那樣吃 有沒有用的呢 其實那隻杞子 其實它應該是用一些方法炮製過的 變成它是一個食物的性質 變成它的用量可能和藥用的杞子有些分別 那如果用杞子就每人每次 其實最多就可以吃三千 那當然零食 它零食用的杞子可以吃多些或少些 那這個可以看回它的用量的指引 對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皮虛的人 杞子真的不要吃太多 杞子是比較黏膩一些 吃了下去之後 反而會有人好像濕濕熱熱 大便iße厚厚厚厚的情況 所以就當是口果其它食 每日吃一點艘沒關係 但就像是例治療Hello 仍然是問一問我們中醫師的更好 對 其實上半cca的話 林醫師也提了 脊柱的疾病 在中醫角度上是如何發生 其實下一段下半場回來的 我們有多問多些林醫師 例如脊柱可能有甚麼病發生 或舉例有甚麼病發生 如何預防 剛才提到很多時候孕婦時 駝嬰兒時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甚麼用具或護膳可以幫助她 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下半段回來再講講這些 各位觀眾又回到下半段的原來中醫時間 上半段林醫師說了很多龜脊柱的問題 節目開始講到孕婦的情況 其實我有興趣在孕婦方面 因為孕婦嬰兒時的罪力量很厲害 很多時候臨床症狀來到的手 都會說真的壓著膀胱很不舒服 其實來說 如果真的孕婦出現了這些 所謂脊柱相關疾病 你怎樣跟孕婦講 以及叫她怎樣預防 當孕婦出現了這些症狀時 我們都一般建議孕婦 盡量以休息為主 減少一些行動 減少行動有兩個方面 有兩個功能 有兩個目的 目的就是 一來減少她站起來活動時 對她的腰椎的負擔 壓力和負擔 二來 當一個孕婦經常行走時 她傷害到懷孕時的胎兒風險 亦都增加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她適合以休息為主 減少活動 當她減少活動時 她腰椎在陀育的小孩 增加她負擔的機會 就會大大減少 所以第一個要做是以儘量休息 以淨為主 淨多個動為主 那有沒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去幫助她呢 譬如說她的胎兒 都是這麼重 是向下壓迫 那有沒有用一些腰封 或者類似一些 鎖筍的東西 去幫助她呢 其實大妻子 其實她因為 拖著她的嬰兒時 她要向前 向前傾 她的重心向前傾 她的人的腰封也會向前拉 變成她除了要坐在休息 或者睡到休息之外 其實她都可以 譬如說 用一些鎖筍 好像姚姨師所說 用一些鎖筍 自己墊她的胎兒 坐在那時自己墊她的胎兒 這樣讓她的重心沒有向前傾 減少她的腰的壓力 壓力 因為我都知道 臨床有些人婦 差不多就離生的時候 那個重量都頗厲害 有時壓迫到 連在我們所謂的 追監本也好 或者作過神經 放射在那隻腳 麻痺都頗厲害 當時 你叫她坐 其實她都一樣是放射麻痺 在那時有沒有甚麼方法 再幫補一下 因為孕婦她 陀著小孩子 一般都 如果不是很嚴重的情況 我們都不建議她做一些推拿 按摩動作 但如果她要舒緩這些症狀 譬如說 好像姚姨所說 左骨神經的症狀 我們可以用一些熱膚的方法 用一些熱毛巾 或者一些熱的熱水袋 呼呼 有病 尤其是下腰 背部 腰背部 疼痛的位置 做一些舒緩 她的氣血通了 她的症狀就會舒緩 是 因為我知道 很多人一見到痛 就走去自己拔罐 其實這些都有些危險性 是 有些孕婦 還有我們中醫來說 懷孕時針狗 其實都很小心 沒有原本是針狗 是 這是懷孕 生了小孩之後 其實 都是有些問題 因為生了出來之後 那個孕婦一定很喜歡抱嬰兒 抱嬰兒時通常發生甚麼事 如果牠生了出來之後 牠抱嬰兒時通常會抱嬰兒 還有餵奶 餵奶的時候 母親一般都會彎下頸 儘量把嬰兒餵奶給嬰兒 因為餵部的過程中 一般都需要 去到一個小時左右 變成一個母親都需要 去看著牠的小孩一個小時 在這個時候 牠的頸椎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當牠固定一個位置 還要在一個不良的位置 固定一個小時的時候 牠的頸椎就會容易向錯方向走位 所以當一個母親 當牠抱嬰兒時 盡量不要固定一個位置太久 例如固定十分鐘就要轉轉位置 甚至可以固定一個位置十分鐘之後 做一些舒展的活動 例如將頸椎轉左轉右上下 緩慢地移動 避免將同一個動作維持太久 這樣就可以有效預防到頸椎病 但我現在通常乘坐車或在街上 可能現時的生活已經改變了 不僅是女士來抱嬰兒 很多男士可能想著自己大隻 一隻手單手就捧起小孩 其實這樣會否引致到 可能頸骨側在一邊 都會的 因為頸椎和手臂都有一個關係 尤其是單手抱著小孩的時候 他沒有做熱身運動的時候 突然用力 他其實最容易扯傷他的肩甲骨 還有一些肩甲骨和頸椎連接的肌肉 譬如說斜方肌這些肌肉 扯傷的時候 尤其是當斜方肌扯傷了受損的時候 這些斜方肌相關的頸椎 就會出現疑胃 在這些時候就會出現頸椎病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男士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才Daisy問開那種情況 其實男士來說 很多時候我看病的時候 他就可能 首先說輕的 就是可能隻手麻痺 有些嚴重的 基本上手遞上去的時候 都有一些牽拉 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些情況會否跟頸椎移了位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好似姨師所說 當上水的情況 遞手出現麻痺 或者後身的手出現麻痺 或者後身的角度不足的時候 這些除了他跟肩甲骨 或者肩關節出現問題之外 往往都是因為他頸椎出現疑位 壓迫了相關的神經出現的問題 因為出現這些情況之外 比如說肌肉不協調 當一個運動 他需要不同的肌肉去協調 當某一條肌肉或做肌肉 他出現病變 活動力差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麻痺 不夠力 或是活動困難現象 所以是頸椎病的現象 林醫師所問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們在中醫角度如何去治療 我們從中醫來說 都會用變性卵治的原則去看 除了看他本身有否肝腎不足 瘋狂濕邪 在某部分經絡以外 我們在治療方面 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用拔冠 吸走他的血羽 或者外邪 用針灸去跟他舒筋活落 或者用推拿手法 幫他理根止痛 有很多方法去處理 根據不同的情況去做 這跟胸椎和頸椎有關 我知道有些人都說 來的時候 雲、心跪、耳鳴 這些都是相關的疾病 當然各位觀眾 如果你去看內科的時候 食極藥都是差不多 好像沒有改變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問一問 你們醫師究竟會不會 跟頸椎和相關的疾病有關 是 頸椎之後 當然就到胸椎 通常胸椎 剛才林醫師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說了有不同的病 通常最常見是有甚麼病發生呢 在胸椎來說 最經常會出現的寒背 寒背 即是我們的胸椎 我們胸椎正常有一個 生理鬍度向後凸 是的 駝背的意思就是 這個生理鬍度 超出我們生理鬍度 過分向後凸 這不是陀背 是寒背 寒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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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因為我們的腰生理鬍度 過彎 出現了向後突擊現象 這是最經常出現的 原因是跟我們 像上一輯Daisy所說 長期污背 打電腦、寫字 甚至現在一些人 長期用iPhone 手持的iPhone 但要污背 污背 去看的時候 長期去看的時候 就會出現胸椎 向後突擊現象 突擊現象 那有甚麼方法去預防 當然 不玩當然沒事 但不能戒 玩了之後 有事 那怎樣去解決 或者幫忙一下 是的 我們現在的都市人 都沒有辦法 真的不做這些動作 那當我們要做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當我們看 打電腦 或者用我們的電話的時候 譬如說用十分鐘 我們需要做一個 舒展的動作 就是向後 向後伸 上一集介紹向後伸的動作 一定是向後伸 那定幾分鐘 然後再可以繼續他的工作 那他睡覺 尤其是他睡覺時 都可以注意 盡量不要用過高的枕頭 如果用過高的枕頭 他的胸椎不能夠分平 那這樣就會加深 就是他這個寒貝的現象 是 那譬如說有些人 都會說 睡了床睡了很久 其實我知道也有影響 是嗎 因為床好像凹陷了的時候 很多病人都說 床睡了很多年了 要不要換 其實要不要換床呢 其實床也重要 但床褲也最影響他的脊柱 一般來說 我們以前的人 以為睡硬反床 越硬就越健康 是 但現在發覺不是 當床太硬的時候 他會直接跟腰椎撞擊和磨擦 反而如果長期這樣睡覺時 我們的脊柱是容易磨損的 磨損和受壓迫 是 但過淋又不行 因為過淋的時候 我們的脊柱 沒有一個承托力 是 所以就要軟硬適中 軟硬適中 即是像一塊薄薄的腱肉 撐得住人 撐得住人 脊柱有適當的承托力 這樣會睡得住舒服 還有過軟的床褥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當我們側身睡覺時 我們的脊柱會凹陷 因為地上吸力是軟的 晚上睡覺時我們會全身放鬆 全身肌肉放鬆時 我們如果床褥太軟時 脊柱就會向地上吸力的方向凹陷 狡狡就會形成脊柱側彎現象 所以過軟的床褥也很不健康 林醫師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提到睡覺時 很多人喜歡打側身分 打側身分會否對脊椎後面的問題 會壓住某一邊 其實會的 剛才所提到空椎脊柱側彎現象 其實打側身分 如果枕頭的高度 它不能承托頭到水平位置 一樣會引起我們頸椎問題 因為當人平分時 枕頭的高度是適合的 但當它一側身分時 枕頭就低了 因為我們的頸也會向地下方向傾側 變成久而久之 頸也會出現一個側彎 所以打側身分是可以的 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要向某方向側身分 譬如今日向左 明天可以向右 或者上半夜向左 下半夜向右 這很難控制 我們睡覺時 有些人睡覺時頭在前面 可能醒醒後頭在床尾也未領 天實喜歡的醫師 這可能跟睡眠習慣有關 除了注意它向左或右 可能頭尾互相對調 也有幫助 頭尾對調 所以左右方向不用改變 當然最好的 睡覺的姿勢是平睡 平睡比較好 因為我知道有些 向左手邊側去 所以有時心臟都會受壓 影響到心臟病容易發生 是的 林先生剛才你提到 脊柱側彎 其實這個在城市人來說 是挺普遍的 脊柱側彎 其實輕微的時候 或者嚴重的時候 有甚麼特別的情況出現 脊柱側彎 顧名思義就是側彎的脊柱 自己能摸到嗎 如果輕微的症狀 輕微的情況 就未必觀察到 但摸是摸到的 但這樣看未必看得到 當然去到 當靜柱側彎的情況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我們會慢慢有些現象看到 譬如說它有高低薄 長短腳 高低薄 它走路的時候 兩邊盆骨是高低不平衡的 或是頭部要摸到一邊 這個情況已經是很嚴重的 有些人有這種情況 但他不痛 其實這些情況 會不會有些方法幫幫他 因為如果有人說不痛 他不看醫生 有沒有說有些方法幫幫他 因為我知道這些是慢慢會出現的 情況會有病 其實方法是有的 不過要靠自己細心去觀察 譬如說剛才所說 他會留意到自己高低薄 兩邊自己的鎖骨 兩邊都不平衡 兩邊的胸部 尤其是乳頭 看到兩邊是情不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或者自己走路 覺得是不自然的 即是一隻腳 跟一隻腳 好像長短腳 好像比師說的長短腳 當一個人 如果他平衡長短腳時 他走路 有一邊 他有特別多的撞擊力 哦 這樣 即是有些人的鞋爪可能歪 有些人的鞋爪可能歪 長短腳的鞋爪會虧得多一點 我們會從這些細節 即是建議病人 在這些細節上 觀察自己有沒有出現脊椎磺炎 嗯 因為我知道自己有一個方法 知道自己有沒有長短腳 當然不是只是擋 就是翹腳時就知道 如果腳長翹下去會舒服一點 短那邊一踏過來 好像屈不上 這情況就知道自己真的長短腳 嗯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預防脊柱側彎的時候 唐先生先生說 去看看 有什麼輔助工具 去幫幫他 譬如鞋爪 或者是一些 譬如說 好像剛才說 睡覺時有沒有特別的枕頭 幫幫他 如果真的出現脊椎側彎的人士 他睡覺時很注意 首先我們也建議要評分 他的枕頭需要用枕頭 真的能夠支撐到他的後尾枕 自己未必一定要買一個很漂亮的枕頭 未必 可以捲一些毛巾 但一定要撐到他的後尾枕 撐到他的頸椎 便不會那麼容易向後凸 減輕了他的脊柱的負擔 日常生活就不要翹腳 可以做一些適當的柔軟運動 例如游泳 由什麼顏色比較好 應該是由蛙式比較好 是鍛鍊到腰部 是 蛙式可以 背面也可以 咬好 這個我沒試過 講到蟹柱質彎 有些真的很嚴重 就是現在的小朋友 你看到每個人的書包 令我自己都背不起 這些情況如何去解決 小朋友出現脊椎彎的時候 一定要首先建議他 不要再用身去背書包 不要用身 但他們背的書包 已經是chiropractor 去設計 當然 醫生揭計給他的書包 我相信是有一個重量限制 但當你平常一拿 都覺得很重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超出了他的限制 其實腳上斜路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反過來 還是跌回頭 這已經是過重了 是的 所以他這時候 有兩個方法解決 第一方法就是不要拿這麼重 是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拿這麼重 可以用一些有膠 可以用拖的方法 拖著方法 拖著書包 但他用了一隻手拖也會側在一邊 可以換手拖 因為一般拖的力量相對大大減輕 但當然就像Daisy所說 單邊手用力也是不平衡 所以我們都建議一邊拖完交換手拿 這情況最好 我知道小朋友年紀小 他們的發育未健全 因為我們終於講小朋友心肝脾肺腎 包括骨絡也是 身長未塵得好好的時候 他們平時上學都不太重 有沒有甚麼動作可以做呢 幫幫他們自己呢 小朋友的情況和大人有些不同 大人一般固定了 已經硬了 只能夠盡量改善 大小朋友其實他應該趁他成長的階段 未生定的時候 這樣多些注意 其實是有一個很理想的康復的機會 所以小朋友除了游泳 日常注意他那些 滴蟲夜姿勢 睡覺姿勢之外 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譬如說一些豐富鈣質 寶福補骨的食品 多些運動 曬太陽 強助他的骨和筋的時候 對這個病的癒口其實是很大的幫助 除了這個之外 例如大人小朋友也好 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煲湯水 有沒有湯水平時用來喝 小朋友有甚麼可以先喝 剛才你說煲湯水 有甚麼湯水可以煲來喝 小朋友有一個狀況是非常留意的 就是皮狀的 皮是主要運化主要吸收 當他有很多虛損病的時候 或者慢性病的時候 其實健脾是一個很重要的滑節 皮主肌肉 對皮主肌肉 所以可以煲一些健脾為主的湯水 譬如一些太子心 淮山 八術 這些 對小朋友用來講 兩千至三千都夠 淮山 白術 這些 可以加一些 豬骨 六根 之類 做一些湯尿 一起煲給他喝 一個禮拜喝兩至三次 對小朋友的肌肉 發育 會有很好的幫助 我知道小朋友現在的家長 很喜歡吃魚丸 魚乾油丸 那些幫不幫到呢 是 如果從骨落的角度來講 他 幫助會比較間接一些 魚油丸主要是增長 智力方面的發展 當然這些營養食品 對這些小朋友都沒有壞 可以吃 但要根據說明書的用量 不要過量吃 對 另外剛才的小朋友比較補皮 好像我們年紀 那樣成熟 那有甚麼湯水可以煲呢 上一節提到有 有杞子 桑器生 一些布骨脂 除了這些藥之外 一些譬如 綠筋 牛筋 都會吃綠筋 對 牛筋 補一補 尤其是我們的軟骨 除了硬骨要補 我們軟骨要補 所以吃一些 綠筋 牛筋 補一補 這些軟組織 確實是很需要的 嗯 這些 我們平時飲用的 那個湯水 但有些人 就無份 夫妻來的 好像Daisy 都不煮飯 不是 Daisy都不煮飯 其實有沒有甚麼可以 現成食 譬如水果 或者食物 我知道那些堅果 都可以幫到手 是嗎 有些堅果 譬如合桃之類 其實它有補腎的作用 所以一些堅果 合桃 或者黑芝麻 黑豆之類 它有補腎的作用 這些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食療 給自己吃 平時吃 補一補你的腎 腎強壯之外 你的骨 都會耐用很多 嗯 除了這個之外 我知道 另外除了食之外 其實住的環境也有些關係 是 剛才你說到 風寒濕 如果是 家裏比較潮濕 有甚麼特別要預防 當然要搬屋 但你知道香港樓價這麼貴 除了這些之外 有甚麼可以幫忙 香港是一個潮濕氣候的城市 其實就算搬去哪個區 其實分別不太大 是 但如果 譬如說有些 尤其是一些 住近海的朋友 近海的朋友 他濕氣是特別重的 在這時候 家裏可以裝一些抽濕機 尤其是去到春季時 他特別潮濕 裝一些抽濕機 這些 或者開一開冷氣 他有抽濕作用 但當然不會開那麼冷 開一些低溫度冷氣或抽濕機 抽到一些潮濕空氣 對他的關節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保護作用 是 是 剛才林醫師所說 其實開冷氣 其實真的不可以太冷 因為其實開冷氣冷 其實你會造成 你的氣血不通的時候 周身就會疼痛多些 是 今集我們最主要講了 脊柱的疾病 其實林醫師 很多觀眾 其實都想聽多些 關於骨落 筋腱等 我們有空請你回來 再跟我們講講 脊柱的病 骨傷等情況 好 多謝兩位 這裡 我們要先談 然後再說 我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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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